我梦见台长来我们家开室 我家客厅还坐满了很多穿着红衣工的 红色衣工服务的衣工 他们也在等待听台长的开室 台长您就在 您就走到我们家的就是dining table 坐了下来准备开室 我也坐在那里 突然我就感觉眼睛特别沉重 开不了 妈妈就叫我回房睡 可是因为我不想离开 又舍不得台长就开始哭了 台长看我那么难过也哭了 然后说观心菩萨也流眼泪 台长就把插过眼泪的纸巾给我插眼睛 一念台长流的泪就是观心菩萨的眼泪 然后我就哭得更惨 像下雨似的 起来后也感觉就是特别的难过 那你要当心了 你要当心你已经在人间沉沦了 菩萨跟师父都不舍得你了 你已经做错很多事情 有可能你回不去了 那我要怎么办 你怎么办了 你现在赶快检查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做错 从小到现在 全部忏悔 忏悔忏悔 最近就是觉得自己脾气非常的暴躁 你回不去了 你再这样下去你回不去了 看见了吗 他忽发声不让我告诉他了 他可能要一定会回不了天了 这种事情你看看 师父 我好像有一次梦见师父跟我说 说我是过去反正很久很久以前 有过菩萨的果位 然后到人间就 很多 我看到很多 我看到很多人 他从我掉眼泪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前世的菩萨声了 很可怜 师父有时候掉眼泪的 那个菩萨回不去了 他就回不去 我看到他的过去的菩萨果位 我知道他现在回不去了 你说我什么感觉 你告诉我吧 师父 我就是每次那个 好像听到有人说回不去的话 我就想掉眼泪 现在知道了吧 你现在知道吧 如果一个爸爸妈妈到监狱里去看 自己的孩子 你说在监狱里面 你说带不走的话 你说爸爸妈妈什么感觉啊 很难过 对啊 佛菩萨跑到人间来看见你们在人间 什么受罪 受苦 还在不停的造业 犯业 把你们又带不走 你说 你说菩萨什么感觉啊 佛什么感觉啊 嗯 就像自己的孩子 带不走啊 很痛苦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谢师父 好好努力吧 孩子们 师父 有什么 还能开始我几句吗 没时间了 开始你几句 你自己要好好的 要学会第一 要学会克制啊 要忍辱精进 要长修 听得懂吗 不能忍耐你这个人 不能随缘 度众 明白了吗 你只会在一个特定环境当中去度众 但是你不会随缘 嗯 明白吗 横顺众生 随顺众生 明白了吗 你才能度尽众生啊 对 你现在这样 你自己老是公告我慢 老是觉得自己 哎呀 我怎么跟人家讲啊 又有自尊心 又有自卑感 嗯 听不懂啊 讲起来嘛 过去被人家骗过的事情嘛 又恨得不得了 嗯 你这样学得好 你带个报复 再学学佛的话 你跑得快的啊 嗯 是的 明白了吗 心中 心中老是有一些 那个结解开 解不开 解不开 没智慧 嗯 结的开在叫有智慧 你看看师父呢 被人家讲 你看看看 我当回师父了 嗯 明白 要放下 要放下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好修吧 再见吧 祝你再见